現在已經過十二點了 今天是7月22日 今天是我神死 謝謝大家 記得付錢嗎 下一個戰士 還有戰士獵人 聖騎跟死亡騎士 直接開始好了 獵人的有點難 獵人要講一大堆休眠種子 我們先講簡單一點 簡單且爛一點 又是行兵聖 誰要 每三個職業一集 一天出完這樣 感謝大家 感謝三顆二色的訂閱 對一些 底下歐父母連結 大家斟酌 呵呵呵呵 哇 下下卡訂閱了五十個月 下卡是重新訂閱了第五十個月 好了第一張 罪孽副主廚 一臉交易 死亡之刃 放兩個白衣之手 行兵到你手中 嗯 嗯 哦 呵呵呵 哎呀 你看這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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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放這裡 不然怎麼辦 只能放這裡 看看這個 跟人家 比什麼呢 對吧 下一個 感謝 GG910283 訂閱五個月 看第五年了 訂閱五個月 謝謝你 下一個 以費 升遷 賦予一個白衣之手的新兵 加三加三 他就是 小王者祝福 對不對 就是專屬新兵用的王者祝福 就這兒 呵呵呵 呵呵 就 就 就 啊 就這樣唄 就還行啊 就還行 就是要防友加三加三 這樣 下一個 啊 終於有個比較厲害的了 管家來了 三里教三三死亡之聲 賦予你召喚的下一個白衣之手的新兵 加三加三 跟這個死亡之聲 所以你只 其實他跟本賽局的場合有點像 只要你打出了 管家死尊華 有人說付錢媽只能給兩張競技場門票了 150塊 啊 我沒有看到那個 到底多少 看一下啊 喔 付了多少啊 讓除列 看看數字 好 還沒有出現 待會再說 管家死尊華 三 死亡之聲 賦予下一個白衣之手的新兵 加三加三及其死亡之聲 好 所以他是賦予下一個 你場上不一定要已經有白衣之手 他死掉之後 你按了下一隻白衣之手的新兵 就會同時獲得加三加三 就是四四 然後繼續背著這個死亡之聲 只要沒有被沉默 那個死亡之聲都可以爛愛傳下去 只要沒有被沉默 沒有被綁架 沒有 發生事情 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發生事情了呢 那就發生事情了 沒有被 呵呵呵 還要沒有 對沒有被變形 沒有被 沒有被任何的招變不見 感謝 不知道是誰 付了三百塊給除列 謝謝你 好的 就是 這樣 如果他是個本賽局 你所有新兵都加三加三 當然就跟鬼一樣 但沒有辦法 他是浪愛傳下去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也只能讓他放在 還行高一點的地方 他是不是神卡呢 不是 因為他的加成永久就是綁定白衣之手新兵 對 他的 他的 他的加成效果 永遠綁定就是白衣之手新兵了 所以就是每回按 其實每回按 會出一隻四四 大概也還行 但你不能被沉默 不能被 不能被變形 如果他的效果是 你每回召喚的第一隻白衣之手 就本賽局 第一手都是加三加三 那就跟鬼一樣 好啦 下一個 宴會大廳 將一個手下的攻擊力跟生命值改為三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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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當初看完我只有覺得這玩家比較厲害而已 就 啊 幹 神卡 啊 幹 神卡 可以用三次的奧達姆 給奧達曼 奧達曼 守護著 或者是那個啊 以前有個廢 有個法術就直接叫這個啊 兩個字 就兩個字嗎 場地什麼時候觸發你想用的時候用 沒有 新版有新版有三費改一 以前有一個兩費改三三 一個法術 當然他就是那個法術那就是一模一樣的一個 對 但總要強幹 總要 總之還是厲害了 在競技場也厲害 在任何應該都都還行 購主可能就差一點 因為購主不一定會需要解大怪的情況 購主可能是要解一地的情況 下面以為 自助 自助穿大戈 四臉 戰吼 召喚兩個白衣之手新兵 灌注三 賦予其 加二攻擊力跟聖盾 所以你叫出來會是兩支三一聖盾 就是跟那個 銀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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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那支三一寫 射十字軍 差不多 就這樣 就給其他兩支 加攻擊力跟聖盾 在灌注上面 聖騎士出的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聖騎士要完成灌注 是 是強度很高的機會 這個東西如果在競技場遇到了 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很頭疼的 這個應該 應該是不想要 這在競技場應該是挺厲害的 在競技場應該是挺厲害的 購組裡面就 就只能放這了 只能放這了 灌注三 他可以放這了 兩個三一聖盾還是挺煩的 下一位 服務你 發現你排隊中的一張職業卡 並將相同的牌全部抽出 強嗎 這樣可以抽兩張嗎 競技場可能可以抽不止兩張 就是競技場你看到對手下這個 然後點了一個祝福的商品 然後抽了五張的時候 就可以投了這樣 就 就差不多這樣 就是你可以選到一個職業卡 然後把兩張拿上來 那 然後呢 抽二吧應該是抽二 阿 我知道了 第一個步驟 想辦法打一張學術間諜 第二個步驟 想辦法打出一張服務靈 抽學術間諜 沒有 沒有現在的發現規則是如果沒有說複製 基本上就是拿 就是 拿圓檔的 我確定一下 我這 我記得這個是只有兩張 但是我記得 所以也不一定對 因為發現的規則其實被改 被修正了一點地方 是 現在的發現如果沒有特別說是複製的話 拿的就是 就是拿的就是真的 所以我不能保證現在是這個樣子 彩票熊 他們只能發現職業卡 你只能找職業卡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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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吧 就是 等開 待開發 我們要把他放在夢想區 雖然他比蜜法之力強了 但蜜法之力現在媽的有人帶 下一張 下一個 上流視力眼 五點叫三次 你手中的每張聖禮士牌可使其獲得 聖盾術生命竊取衝刺或嘲諷 麒麗雅實 不能合體的 麒麗雅實 運氣不好就是不能衝刺的麒麗雅絲 其他都是多的 就是這個樣子 奪屍者沒有衝刺啊 他最重要不是喔 最重要是衝刺喔 而且奪屍者是看排庫 這個是看手上 所以就是麒麗雅絲 他有拿到重複的效果嗎 根據如實新演化規則 嘲諷生命竊不會拿到重複效果 所以他的全部效果 所以他的全部效果是 但是 不會從 你如果有四張聖禮士的牌 應該就一定會全部拿完 你不會拿到四個生命竊取 應該是不會吧 我記得 隨機演化有那個啊 有新效果 有新規則 所以應該是不會拿到重複效果 這個是因為有改過 所以他變強了 如果以前你是個水鬼 就是拿一堆嘲諷 嘲諷嘲諷再嘲諷 這個是因為 有一部分好像是因為戰場改的 因為戰場改 修了那件事情之後 有一些額外的調整 下一個 七眼像七七女伯爵 若你的排隊中沒有中立卡牌 也就是又要打聖奇組織的全聖奇套牌了 如果你的排隊中沒有中立卡牌的話 放三張傳說邀請函到你手中 傳說邀請函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是跟那個女王的那張很像 他會三費開 然後發現一張傳說 你喜歡 你喜歡的話那張就一費 是一費 對 零費 是零費 哇 除貼還低的除貼 給他看一下 這個效果就是這樣 發現一張其他職業的 而且一定是其他職業 一定是其他職業的傳說手下 其消耗為零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邀三個其他傳 邀三個其他傳說來跟你一起 來跟你一起黑皮 有一點點可惜 他理論上應該是十回開 然後你三費直接開一張傳說出來救場 不然就沒救了 或者是你七倍羅打下一回合開始開也可以 因為你還是要看什麼時候用 他比紅龍 爛 他的條件難度跟紅龍差不多 但是他不像現在的紅龍這麼及時 不過紅龍也是改爛的 不過紅紅紅紅也是改過之後的牌 所以好像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講這個 這個在競技場 不可能 誰會競技場多選這個 購主有機會啊 全勝購主有機會 我覺得 好的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所以叫二四嘲諷戰吼 發現一張聖騎士牌 呵 呵 是有沒有可能拿到武器呢 有 有 有沒有可能拿到巨型呢 有 有沒有可能拿到女伯爵呢 有 呵呵 有沒有可能拿到法術呢 有 有沒有辦法防呢 沒有 呵呵呵呵 有沒有可能拿英雄卡呢 有 呵 怎麼玩呢兄弟 呵呵呵 呵 我決定不要把你縮小 我要把你放在這裡 就是這樣 有沒有可能拿山安場地可以解呢 有沒有可能拿山安場地可以解呢 周圍的幾費呢 三費 他還有嘲諷欸 怎麼玩 有沒有辦法拿到任務呢 欸 欸 支線任務可以 大任務好像不行 我記得發現的大任務好像不行 最後一個 神聖冥想 當當當當當 欸這個很酷喔 當當當當 對隨你手下射出五道光線 每道光線 每道光線會賦予友方手下加爾加爾 對敵方手下加爾加爾 對敵方手下造成兩點的傷害 哇 這是一張 很難懂的牌 他能不能解場呢 不知道 他能不能 穩定buff呢 不知道 他能不能 呵呵 能不能解決問題呢 不知道 呵呵呵 他什麼時候用比較好呢 不知道 呵呵呵呵 你說我場上有怪 對面場上也有怪 我該不該撞呢 我先撞了 buff就虧啦 我不先撞 說不定待會 就不好說不定 我不先撞 說不定待會 就解的結果沒那麼好啊 我是不是先該把他其他怪撞掉 然後穩定的射同一隻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他會射或不會射 呵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射怪 還是他只會加我的 怪被射誰呢 我也不知道 沒有他只有加二加二 沒有任何其他東西這樣 怪被射沒了會繼續射嗎 如果對面怪被射沒了 就只會加二加二吧 往好處想 昨天天天都在講這句話 往好處想 至少在你什麼台都沒有的時候 他還是會射兩 五個兩點 所以 還行 他只有不知道什麼時候用而已 我現在太少了 不要幹嘛射七下 射一下也太強了 射一下打十四 一拳就走了 下一個 下一個 還剩什麼破職業啊 還剩什麼破職業啊 這三個 我先從比較簡單的講 好吧 暫時在哪裡 第一張怎麼就是幹卡 第一張怎麼這麼簡單且純粹啊 暴動兩倍 本回了你的手下生命值不會低於臉 其會各自攻擊一個隨機敵方手下 哎呀 是個免費的解場 雖然不太穩定 但 總之是個快樂的解場 呃 他應該是比命令之后強啦 雖然命令之后有抽一張吧 沒擊錯命令之后有抽一張嗎 對有抽一張 但他隨機攻擊這件事情應該還是比 比他應該還是 隨機攻擊這件事情應該還是比命令之后強一點 能打兩下嗎 可以 因為這一下是送的 這一下是 主師爺叫你打才打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額外的一下 你所有有毒的 手下都會獲得比較強大的加成 你所有 這個攻擊時有額外特效的人 都會獲得比較了不起的加成 你的奈普屠龍可以 然後待會再厚厚厚厚厚這樣 牛逼 對 解場也厲害 對撞也厲害 解怪也厲害 他比命令之后厲害的地方是 命令之后場上的怪要能動 這是前提 對 命令之后是你都血都不會第一頭一張 但是你的怪還是本身要能動 你才能去解內一下 這個東西你可以先下怪之後再直接打暴動 他們就會動 所以這個東西是比較厲害的 下面一位 這張其實挺恐怖的 所以他應該是沒辦法一直刷傷害上去 但他居然是衝鋒 但他居然是衝鋒欸 2022的 我們居然在衝鋒 還有他不是海盜 沒有啦 海盜也還好 其實就是 這個 這個我們把他 複製一份 對 我們一個把他放在這裡 一個放在這裡 他畢竟本身不會動啊 就是他本身 他的衝鋒是受傷後才會獲得後面這一段 是 受傷後才會獲得後面這一段 所以他的衝鋒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 欸 你懂意思嗎 就是 欸 就這是一個 欸 什麼時候用呢 對吧 欸 什麼時候用呢 所以他要放在布寫 大家肯定有一天可以把他弄死 我們要把他 把他放另外一張在這裡 哇 就要有一張牌的評價 同時兼具C跟D呢 下一個 4點叫 自尊重彈 4點叫3個有嘲諷的E3玉卒 現在4費可以叫3個E3 如果你的生命只在20點以下 賦予其加1加1 這個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為什麼要給他是20 為什麼要是20點以下呢 因為大家現在都40點了 所以外加上戰士的血量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容易扣 所以他就把它放在20點以下 如果你血在20點以下 叫出來呢 是3張24 4費叫3張20 如果今天在競技場 如果今天在競技場 我吵你馬 呵呵呵 在競技場要地獄20點很難嗎 也沒有 對前面打一打 對面撞一撞 忽然就20了 對啊 對甚至是20加很多的甲 然後忽然他就可以 4倍叫3隻20出來 這個東西就是討厭 他素質本身也還行 他對購主的評價 只有在檔塊弓裡面 或許會用得到 對 他也不到超級強 他就是還行 但在競技場遇到 就是臥槽你馬 好了 我們的夢想 我們的這個 狂惡欺慘者的搭配出現了 血紅深淵 1點 1點叫3耐久 對一個手下造成1點傷害 並賦予他 加1攻擊力 只要有這個 再加這個 欸這不就是一個4-3了嗎 這個加這個 就是一個4-3衝刺 衝鋒了 什麼衝刺 好 儲別兵好爛 有沒有 是不是簡單且純粹且厲害啊 可 今天如果今天你是快攻的話 你可以把所有的怪 點加1攻擊力 觸發所有需要狂怒的東西 觸發所有 需要素質的東西 第二個 可能可以來觸發某些 榮譽擊殺 或者是你需要點掉對面的一血怪的時候 所使用 他只要以費 他可以用3次 在你想要用的時候用 頗厲害 場的第一回合可以能用一次 下來了當回合就可以點第一次 下一個 灌注之斧 在你的英雄攻擊後 賦予你受傷的手下 加1加1 灌注3改為加2加2 受傷的手下 加1加1 也就是你受傷的手下 全部今天只要場上不是滿血的 你就 你就 你拔起來 敲下去的那回合全部的人 就會加1 就會直接加1圈 理想值大概是加到1到2隻 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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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注3可以改成加2加2 如果你是一個快攻套牌的話 要加2加2加2 也不是 應該也不是難吃 灌注 發動大顆 這個新資料偏要改了 灌注就是你 他在手上的時候你場上死怪 你 你怪死了 就可以獲得灌注效果 灌注3的要求就是要死3隻 應該在這兩個中間 323 違虧 低了一點 下一個 活體力刃 雷莫尼亞 7點叫40 衝刺在他攻擊後 裝備他 這是這一次最新的 如實新機制 武器可以變手下 手下可以變 武器可以變手下 手下可以變武器 7點叫40 衝刺 是他打完之後 他到你手上 那他到你手上的攻擊力呢 就是這隻怪原本的攻擊力 到你手上的耐久呢 就是這把武器 就是這隻怪本身的血量 然後 後面的規則在哪裡 我看一下 呃 呃 呃 會有神輪速 但你提升他的任何buff 比方說你提升他的攻擊力 他在武器型態下 武器型態上 就會加攻擊力 你呢提太久會打太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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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時免疫呢 可以 死亡之聲不會發動 轉換並不是死亡 轉換並不是死亡 這句話聽起來有哲學 呃 龜德文在這裡啦 嗯 如果今天你了不起的話 雷莫尼亞如果有衝鋒buff的話 可以衝臉 撿起來 砍臉 再衝臉 這是做得到的 那你正常砍完之後 他再下去就是一個 42 這樣 在武器上會保留手段 用完發動 用完發動嗎 用完會發動 對對對 對對對 攻擊完勝4血 裝備是耐久4還是耐久4 是耐久4 是以 裝備後的那個 就是你當下血量多少 裝備起來的耐久就是多少 啊 這是IGN的新卡 看一下影片 啊 這誰 騎士精神 大哥這不能加速的嗎 好 歡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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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廣告 我被騙了 吹了 卡片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打的砍 砍的打 打的砍 欸 欸 欸 他就會變成一個六弓刀 他就會變成一個六耐久的刀 所以他的血量 他的耐久就跟你當時的血量是一樣 再開玩 耶 又掉了一個45出來 那因為衝刺 所以這回合可以重新再做 所以瘋怒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除非你的英雄自己有瘋怒 那你就可以這回合可以再砍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 然後這隻怪就可以再 再 再 蹦自敵這樣 這樣理解了嗎 他每次重新進場的時候都會重新衝刺 就是 欸 我好像還沒衝過 不如來衝一下好了 規則是這個樣子 這樣貝天免疫會怎麼運作 那應該就會免疫吧 我想 好 跟鬼一樣 7費可以解 7費12傷 當然 只有4傷可以打臉 但還是跟鬼一樣 我不想看到這個 那外加上他可以吃任何的這個buff 可以提升素質 可以提攻擊力 可以提耐久 可以這樣 可以貼一堆酷酷的buff 嗯 跟鬼一樣 為什麼英雄打完會掉回場上 因為這張牌的規則就是這樣 為什麼每年5月要繳稅 因為政府的規則就是這樣 這張牌險行 英雄會險行嗎 不會 不會 墨日錘的風物不是寫在武器上嗎 是 但 墨日錘上面沒有說 你打完之後他會變快 喔 你說給他風路嗎 給他風路好像可以多砍一下 那你說給他風路能不能再多砍一下呢 可能 人 也許 可以對可以 官方說給風怒可以打五下 就是可以怪衝一下人砍一下 怪再衝一下人再砍一下 怪再衝一下人再砍一下 牛逼 不是啊那要怪血量夠低啊 不是那要對面的怪攻擊力不高啊 你總共耐久才10耶 你砍兩刀要花兩點耶 你剩下的攻擊力只能總合8 不然你刀一砍就壞掉了 如果你有衝鋒可以五刀20滴啦 聽起來好爛 沒有吧怪如果刀鋒怒衝鋒 刀鋒怒衝刺最多20滴啊 呵呵呵 不是你到底要多花式啊 我們先不聊這麼多花式的事情 下一個可疑的海盜 然後3點到3次站好發現一個武器 如果隊友猜中你的選擇會獲得其複製品 呵呵呵 為什麼他發現糊糊的啊 啊 他是個海盜 對戰士一點有一點優勢 因為戰士可以快速抽海盜上來 但武器大家都能用 所以這個 跟發現手下或發現傳說手下 跟發現傳說手下 跟後發現法術不太一樣 武器大家都即時能用 所以 這個東西可能跟其他的發現 比起來不那麼有意義 因為像發現解藏法術之類的東西 你那個解藏法術你直接打了 你畢竟也是把藏解了 對面捏著一張解藏法術 他不一定需要反解你的藏 我們剛剛前面聊發現 發現法術 發現傳說手下不太一樣的情況是 如果你是個控制類型的套牌 你發現了法術是解藏 是解藏法術 那對面的快攻拿一個解藏法術 其實是 就算他猜對了 不一定有意義對吧 手下也會有不一定有意義的情況 但武器大部分都有用 最低也是敲臉 有沒有指揮戰士有用的武器呢 有 盾甲 盾刀 德魯力還比較強一點 好吧 那 沒了 什麼德魯力 什麼戰爭成的武器 我幹想不到欸 就是不論你能做什麼德魯力都能做得更好欸 好奇怪喔 下一個 2 udah 2 점1是刃破抽取者 每當個有方中要受到傷害死 附於你手中的一個隨機手下 加一加一 加一加一 你知道以前 軍需官是要打一張法術嗎 不用 這個就是當怪獸 加一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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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是自己 他不是這隻怪受到傷害 才加一加一 是任何的友方手下受傷 你手中的手下也就會加一加一 配不被衝鋒我不管 這個東西只要在場上炫一炫就跟怪物一樣 以前只加甲 現在已經到了加一加一的時代 時代不同 年輕人 這個也是屬於一定有用的東西 你不會說初天不覺得手下加一加一 太爛 所以我覺得加一加一 不好 我不要加一加一 下一個 最後一個 屠殺者奧格拉 60到37 每個受傷的手下死期獲得加一加一 然後攻擊全部敵人 這個受傷手下是屬全場的手下 然後他會進來之後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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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暴動跟這個有一點衝突是 暴動之後就 就是你打完暴動 這個東西就少了對吧 你就只能 你就是吃一輪加神然後看他把剩下都砍完了然後把頭砍了然後打一下頭就這樣 所以暴動配這個四個搭配是個很直接的搭配但感覺效益就有一點 有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他會死的啦你沒有在開暴動的情況下保他的血的話他是會把自己撞死 比如說第一下就撞賭一把一把一把沒這樣 也不保證打到臉吧他的攻擊順序是隨機的 雖然他可能第一發棒然後就 就打在一個怪打在一隻解不了的怪上然後就沒了 不過還是挺厲害的就有機會結場 最後一張征服者這個念什麼 念經還是念珍 還是都不是 征服者旗 揭露雙中排隊中的一張卡牌共三次如果你的牌消耗比較高抽出他們 兩費 了不起抽三張 沒有 暴動是一個靈氣效果在他之後登場的怪也都會有那個 都會有不會不會倒的效果 就這樣征服者戰棋吧那個東西要5費 揭露雙方排隊中的一張牌對就是比點這個長槍禁忌三次 如果你的牌消耗比較高抽出他以前是比一次現在終於比三次了 可以知道一點對手牌的內容 沒有就這樣就是抽牌 就就就就不不穩定抽牌相較於前面那個穩定抽牌這個就 就就可惜了 這個只能放不這個應該是只能放不心虛 運氣不好的情況下就開額費啥也沒抽 好這就是我們對戰士的卡片評價了暴動跟這個刀應該是最領先的 再來就是受傷組合 受傷組合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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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暴動還可以配這個就是你先開暴動你的怪都先撞完真的都變一滴就變一滴 然後你再補這一把刀 砍下去你全部怪就變兩血他們又有一點 快樂空間 只有一個打龍手下對 對該手下打一傷那個傳說也會算自己也是受傷手下加一加一嗎 應該會 進場被打一滴的那個動作比戰狠還先 欸什麼要看動畫要查一下動畫 欸那我不太確定 好的複製一張新投影片你就除了忘了 除了忘了做一張空白的投影片 我沒有不知道他的那個他是進場之後才點一滴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戰吼前還後 有一張牌比進場還先的牌 進場還先嗎 我想看 這張牌比進場還先嗎 有 比戰吼還先的牌很少啦 以前最常見的是舊的伊利丹效果 的確有一些如實的互動不太能容易理解 因為以前就是靠那張牌可以搞一堆酷酷的事情 好啦下一個獵人 怎麼那麼大 每個都是修眠種子一定要修眠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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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來好像比聖物強 在我的 我看牌的感覺上我覺得他比聖物強 但我先把聖物找出來 把修眠種子找出來 他修眠種子的卡可以下載嗎 那我只能開這個 喔不行耶 那怎麼弄 那我只能開這個 好吧那我們就先 先用先先從卡片講解開始吧 第一張 兩人叫隨機召喚一個 隨機召喚一個修眠 修眠野性種子 如果你有打過 如果你有打過Shadowverse的話這很像護符 他修眠幾回合 兩回吧 你看又開始來了 總之是啥 等一下 這個時候就是要打開 剛剛這個東西 不是護符喔 護符是場上有效果 好來可以給你看一下 有一回合有兩回合有三回合的 一回合的是三一衝刺 兩回合的是二五嘲諷 三回合的是三連叫五四醒來還送你一把弓 這個體質是不是有一點怪怪的這個 太強了吧 以前那個放三鵝起來給一個起床器是什麼垃圾桶 三連叫五四醒來還送你一把四二弓 這個體質是不是有一點怪怪的這個 好了這就是往十里敲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這個交換很值得啊 而且還有更強大的東西 靈魂盜獵者兩廢 你這個兩廢做的話 是什麼時候行 什麼時候行 五廢行嗎 五廢的時候有個四二弓 或下一回合有個三一衝刺 嘲諷就一般就還行 嘲諷有點太慢 三分之一機率 看臉杯 渴 這個環境最不好玩的來了 這是你的牌嗎 大哥走錯了 大家沒有看到 我圖好小我看不到 大家不要緊張有些人走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是假面舞會 好下一個 七連叫五四獵人雅提莫 第一個召喚一個石獸夥伴 灌注四 可以召喚第二個石獸夥伴 灌注八要死八之怪 可以再召第三個石獸夥伴 什麼是石獸夥伴呢 就是動物夥伴 一模一樣 三隻是 三隻我記得是按順序叫的 就是好像不會出三隻豬 獵人雅提莫 雅提莫 你看一下QA 對吧應該是三隻是 三隻是照順序 照順序叫的 是隨機叫的嗎 看一下推特 是絕對不會重複 所以三隻一定是一定是一定是那三隻 對 一定是各一組 所以他就是七費如果你灌注八的話免費送一張動物 免費送一張壽群壽群領袖這樣 你知道 你知道這張卡片的設計哪裡錯了嗎 他直接寫灌注八 送一發免費的這個 你就會覺得免費耶 挺好的 但比起這個你只看這樣的話 你只看這樣的話你就會覺得 做一個七費 就只做這件事情 你看看跟其他的巨型比起來 七費出來 檯面都吃光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在這個行銷上面的策略可能有一點錯誤 你說他行不行 也還行 他的理想大概是灌注四啦 就是叫兩隻我覺得就就就就就差不多了 也就差不多了 因為你要灌到八你要他在手上 然後你還有時間在那邊搞一大堆死生 然後才終於可以把他打出來 我覺得灌注八應該是不容易 灌注四應該是我可以接受的上限 就是這張牌可以做到的上限 灌注八 太難 感覺是太難 下一個 狂亂的尖牙兩點召喚兩個二利一蝙蝠 灌注三負與其加二加一 所以今天如果灌注三之後呢 叫出來就兩隻三三 蛤 呵呵呵 這張能用 也可以幫助其他牌灌注 但也就 蛤 蛤 我們先理解一下嘛 這張牌要在手上 你要完成灌注三 叫出來是什麼呢 兩隻三三 我們來看一下 速式的升級卡 兩費 叫一隻小鬼 五費 叫兩隻三二 蛤 呵呵 叫出來蝙蝠有什麼特異功能 看一下會充斥喔 是不是有人睡著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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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不會啊什麼也不會啊 呵呵呵貓壓到了 不是胸部壓到了 哇胸部要壓到左胯虎跟右胯虎 好恐怖 他在海型的低一點 下一個 十步 這個強一點 四眼叫三五衝刺 下一個灌注三 同時也會對其目標兩側的手下造成傷害 衝刺擴散 哎呀這個厲害了吧 你看這個厲害一點了對吧 這個感覺上就 哇稍微能打 競技場遇到這個會不開心 這玩意兒還有可能被貼BUFF 所以會讓人更不開心 所有灌注的牌跟腐化 或者是那個什麼東西一樣 是升級後的牌 所以如果今天有復活或其他效果的話 復活或怎麼樣出來的都是 都是新的 都是他灌注後的 如果他今天在灌注的狀況下死掉 那 復活或是怎麼樣找出來的新牌的話 也都是灌注後的結果 不錯啦可以 終於有一張 終於有一張在海型的高一點 不然前面真的是都打不了 下一張 三連打三 三連打三 召喚一個隨機的休眠 休眠野性種子 你會不會被nerf呢 你會不會被buff呢 你會不會被兩倍打三呢 幹兩倍打三會不會太強了 這個三倍打三好像就有點 不夠快了 感覺是要快一點了 感覺是要 2.5倍打三了 兩倍打三又太強了 兩倍打三不是基礎嗎 你要想想看從黑暗炸彈開始 所有的 所有的兩倍打三都要有特殊效果 沒有特殊效果的都上不了檯面 那你現在三倍打三 還跟人家換這個特殊效果 有一點可惜啊 現在還行 兩倍打三就是神卡 好來了神卡來了 下一個狂野靈魂三點 召喚兩個不同的休眠野性種子 你的野性種子提早 提早一回合梳醒 這才厲害好嗎 這才是牛屁的東西 好 有人又問了什麼是野性種子 我決定為了這群沒有準時上課的人 補充一下什麼是野性種子 這個 野性種子 第一個 一臉叫三一 然後 休眠一回合起來衝刺 第二個 兩臉叫二五 休眠兩回合起來嘲諷 第三個 三臉叫五四 休眠三回合醒來給一把四二的攻 就是攻 是這兩個還是 唱上所有的野性衝刺 所有 所有 所以三一會馬上醒嗎 對 所以這才叫三倍打三 雖然這張可以打 雖然剛剛說的這張是可以打頭的 就是 這張是可以打頭的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但這張呢 如果你叫到這個 這個就會直接醒 然後這玩意要醒來 就會直接頂一把攻給你 由於他是召喚兩個不同的休眠野性種子 就是你不會是個衰鬼叫兩個三一 叫兩個三一說不定不是水鬼 叫兩個媽二五朝覆可能才是水鬼 所以你有三分之二的情況 一定可以拿得到這把弓 而且還可以加快一回合 對吧 你就是叫這兩個組合 叫胡跟熊 或熊跟鹿的情況下 不 胡跟鹿跟熊跟鹿的組合 都可以讓你拿到這把弓 弓才是最厲害的東西 下一個 厲害 這應該是神卡登機 這個在競技場應該是神卡登機 終於有個神卡區的 神卡區的來了 好 亞拉龍五點叫四五召喚 亞拉 五點叫四五召喚每一種休眠的野性種子 所以 這玩意兒 就是送了一隻四五的 這玩意兒 哈哈 對 這個東西就是 確保你一定什麼東西都可以叫得到 但他本身沒有加速 所以就 就這兒是吧 常常都在睡覺 對 都 都在睡覺 所以我覺得這張沒有比加速厲害 唉唷 我覺得加速是比較厲害的 好 下一個 一人叫一一死亡真 召喚一個二一蝙蝠 二一蝙蝠沒有任何效果 灌注 下面一位 嘿嘿嘿 幹卡來了 這就是為了灌注啦 就是 就是 這樣 他就是灌注 堆斯用的 他沒有任何 盤的地方 你要怎麼放這裡嗎 他就是 就就就就這樣 好恐怖的東西來了 以後要防的東西不一樣了 連帶傷害 對三個水肌敵方手下 打六點 超過的都易傷 所以以後你下三隻一 就扣十五滴 你下一個大的 百夫長 你下三個小的 十五滴 先不論這個 這玩意兒可以吃法傷 這玩意兒 基本上打到六K解場的程度 已經高很多了 就是 你可以解的那個 空間已經 已經大很多了 所以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蛤 這玩意兒 好痛苦喔 這玩意兒只要配什麼 幫對手場上 叫三隻 叫三隻 拉基的 然後 就把對手射死了 真好玩 常常只有兩隻可以打出去嗎 根據新爐石規則可以 可以 最後一個 古武包 打聖盾會穿五點嗎 要看 對方聖盾怪的血量 以前六倍還在三顆蜘蛛球 哈哈哈哈 現在 灌注一定要在手上 才算有灌到嗎 對 年終一定要在職 才有才算有領到 這樣可以嗎 沒怪會穿嗎 不會 對 那你不如說空台打十八滴算了 算說啥呢 你知道隔三打點嗎 要有那座山寨 好嗎 呵呵 好耶 最後一個 兩點叫 兩點叫的場地 附一個有方手下加二攻擊力 如果目標是野獸 附與其衝刺 然後 這個 稍微能用一點 我會用什麼的加二攻擊力 然後野獸還可以額外可以衝刺 現在這個環境應該全部大分 應該野獸是直接擺滿了 不過你問我獵人到底要幹嘛 我也不知道 就打呗 這不是這是三次耐久 他這個東西是可以用三次的這樣 讓種子動喔 主要是那個武士吧 路可以動而已 嘲諷那個不太需要動啊 嘲諷那個是需要加攻啊 但他不太需要動 他就是加攻那個效果就好 我會打嗝 兩費加攻帶衝刺的效果大概是 其實兩費加攻帶衝刺效果 價格好像才一費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有點超標 有點有點超高的一點 不過還還可以吧 就一樣是給予衝刺 獵人的整體沒有到超差 這可能可以再低一點 還是這樣 這也可以低一點 只有一張護符加速喔 幹一張護符加速夠了吧 很恐怖欸 他的他的 戰術範圍已經 戰術範圍已經很明顯了 不是嗎 就是搭搭搭 白一白 然後噗噗噗噗噗色色這樣就好 剩下就是 剩下就是別人的事了 剛剛說啟動場地是要不是下場地的時候要兩費 然後之後每一次啟動場地都不用費用 總共耐久三 每兩回合只能開一次 場地只能帶一張或兩張 場地可以帶兩張 場上只能放一張 好 這個職業結束了 下一個是我沒有研究的職業 我看不懂惡魔獵人 我看不懂惡魔獵人的牌 我們還有誰沒講 還有中立 不如我們先把中立 直接跳過惡魔獵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號 這個惡魔獵人廢得要講 惡魔獵人這一次都在破壞快樂 真的 不是 直接當沒看到嗎 第一張 兩點叫四四 完全 不是完全嗎 B級 終於有一個看起來 蛤兩點叫四四 不用氣一張 要塞一張牌回牌庫裡 可能某些後期的大組件 或者怎麼樣可以塞進去 可以配一些 酷酷的操作 不是惡魔 所以不會卡到你手牌的問題 也不算魅魔吧 他畢竟比魅魔多一滴血 比那隻爛狗多一滴血 而且那張牌畢竟你還有機會抽到 而且 不是 此外 氣什麼牌是自己選的 所以發現自己的手牌 你可以選擇把哪些牌洗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挺厲害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理念挺好的 我覺得應該可以放在這裡 下一個 次元文物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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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要查規則了 因為我沒有看這個 文物的規則 這個叫 RELIC RELIC的效果規則在哪呢 就是你打了第一張之後 你的下一張文物會升級 什麼打一遍打三 打一遍打二打三 然後灑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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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灑 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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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一個一個來 第一張 好 第一個次元文物的 效果 是5費 抽兩張牌 並且使其消耗降低1 就是 你抽起來那兩張牌會降一費 你之後的文物會被強化 那我們先講次元被強化的情況 每強化一次 你的 次元文物抽起來的牌會多降一費 也就是如果你的次元文物被強化過三次的話 就會變 降四費 兩張牌各降 各降四費 超越古爾丹這樣 太難超越了 古爾丹怎麼能超越古爾丹跟鬼一樣 呃 如果只有5費 單純抽了即使降一的話 他可能也在 現在可能在步行區了 但他可以被強化 所以文物到底夠不夠強 我不知道 我 我說不準 就是現在的 現在有惡魔獵人嗎 以及 惡魔獵人現在 這個東西 因為你變成要控制這個東西出來的時間 你最好先找到其他的文物 然後瘋狂的打 讓你後面文物繼續刷 最多可以強化幾次 應該是沒有上限 只要 只要你的文物夠多 應該就是沒有上限 下一個 現在的吊寶好像是 我現在掛盧石分類 所以吊寶應該是盧石卡包吧 我記得22號開始 就有那個了 第二個 滅絕文物 對一個隨機敵方手下造成一點傷害 兩次 如果這張牌本身被強化的話 傷害會增加一點 所以會變成 對一個隨機敵方手下造成兩點傷害 兩次 5抽2減費不夠強嗎 不夠 不夠 讓你再看看 有一個東西叫古爾丹的頭 這樣 這東西是拿來那個啦 吃破聖盾 或者是解一些法傷的操作的情況 就是要狂射同一隻怪的操作 5抽3降1 可能可以 羅子降1 他這個現在可以吃 這個鬼牌來了 超快攻牌 放大進戰刃 3點叫22 在你英雄攻擊後 抽到3張 蛤 蛤 蛤 我怎麼記得 獵人有一個法術 是類似的效果 但是這個東西 居然可以放在武器上面 蛤 大哥 有病嗎 蛤蛤蛤 蛤蛤 大哥 欸 有病嗎 大哥 醫生看了嗎 幹 太恐怖了吧 蛤 他跟獵人那張有一點不一樣 獵人那張 一定可以抽一張 不論你手牌幾張 都一定可以抽一張 但這張是超快功用的 他就是補牌手段 以前什麼零四 他媽都不用擺了 就拿這個刀一直砍就好 以前 以前有一套魔化DH的那個 他抽牌還在靠零四 但只要有這個 說不定不用零四了 東西全部打一打就好 三費走牌打一打 然後下一回合可以出來再打一打 這在競技場肯定是一張快樂套牌 這個最後吧 欸一下 欸 會嗎 不會吧 他會抽第一張嗎 我覺得不會 他應該A不會抽第一張 不是 你不是 你不能理解這句話 你要把後面那句話一起算對吧 直到你有三張牌 你說他先抽才檢查有沒有三張牌 讓我看一下獵人這張怎麼寫的 這個可能要看英文 但我認為是第一刀不抽 第一刀還抽 第一刀還抽 就有點 那個 不當人類了 99 因為 神 不是他不是神書 就是獵人這張 獵人這張一定有抽一張 不是他也不是鬥號跟巨號 他就是他怎麼解釋這樣 但我覺得他不會抽第一張 因為 會抽 會先抽第一張那個獵人的寫法 他就直接先寫抽一張 看一下那張叫什麼 抽一張牌 那張叫 抽一張牌 那個 狂怒之豪 如果會抽第一張要這樣寫才對 就是 他的對 你看效果是這樣 沒有啊 沒有寫錯啊 四張以上也代表你有三張牌啊 你有四張牌你就有三張牌 可以理解嗎 難道你說 我 我有四張牌 所以我 沒有三張牌 蛤 大哥是這樣理解的嗎 大哥 你的中文理解是這個樣子嗎 那很恐怖喔 不好說 你們不要把爆血當智障啊 人家現在是微軟爸爸 一數到四不會有三 蛤 如果今天 爆血是被 V社買下來 那我們可以再談這件事情 那要不然理論上應該是不用談這件事情的 那應該是我們想的那個答案 那應該是我們想的那個答案 反應 灌注 來 改為施放全部三個 也就是 次元文物 滅絕文物加那個 他媽的下面那個在哪裏 找不到 我先把三个文物讲完了 欢迎文物 召唤两个一一灵魂 强化你之后的文物 每一个文物强化 这个东西是体质上升 所以是原本叫两个一一 变叫两个二二 变叫两个三三 变叫两个四 这样一直上去 这个是这个文物的规则 三费叫两个一 我是叫两个二二 他的整套感觉都在 都在这里高一点 都在这里 就海西那边缘 我不太看好文物套牌 纯文物套牌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 公益师的会叠吗 会会会会会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 融合这三个东西一起讲 八点叫八八 公益师西莫斯的整体效果会是什么呢 发现被释放一个文物灌注 我会释放全部三个 所以你的组合里面呢 会可能有一个 叫两支三三的 打两个两伤的 抽两张牌的 或者是抽两张牌 降一费降三费的版本 就是三二一 这三个东西会 会排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够强 八费加没有不够强吗 八点叫八抽两张 抽两张叫两支 抽两张叫两支一一 最烂的情况 叫两支一一 抽两张各降两费 跟打三伤 跟打两个三 打一个三 打一个六伤 看他前面的灌注结果 所以这个数字有可能更高 还可以还可以 他会边施放变强化吗 会 看脸 呃 行 他至少排的这三张东西 都一定只有正正正效果 就不会说这个东西会打手下 然后你抽牌也一定是 没有负效果的事情 你八费之后 这个东西可以刷很多东西出来 然后这玩意儿可以叫一个以上的无物 然后这玩意儿可以刷伤害 但他对台面影响 我觉得他这 我觉得他可惜的地方就是 不论是叫怪或者是 呃 不论是叫怪或抽牌 这个东西要降到 你能打出来的东西 对台面才有足够的影响 我觉得这玩意儿的 台面影响力有点有限 而且他的整套的 构组又绑定 你一定要文物套 我只能把他 我在我的心里 我只能把他放的还行而已 他要绑定太多东西啦 你这些文物套 全部都要上 你才有足够的 这个 这玩意儿才有足够的强度 不然你只有 这个东西的时候 出来了三张牌 九九九普通 好的、下一个 当然 如果你有这个的话 就不一样了 本回合你打出了下一个 下一个弧物 施放两次 抽四张牌 如果没有这个 有了这个 這個文物可能可以再 可以打 這就變抽4張牌 或者是隨機敵方手下 PIN4發 就是第一發是兩個1 第二發是兩個2 然後地點的好處就是你下了 當回合不一定要開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下了這個之後 點開文物寶庫就可以 你下了之後等你要開文物 回合再開文物寶庫就可以了 反正 地點現在要拆很不容易 就這樣下面一位 最強的477來了 貪婪的葵騎師七點叫四四捨棄你的手牌 死神還可以補三張牌呢 只要你的手牌低於三張 就沒有副作用了 你的手牌如果低於三張全部棄掉之後 拿鳳娜進戰刃砍一下 還可以抽三張呢 太強了吧 哦 對不對說不定雖然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發動自己死亡之聲的效果 但只要可以一直刷死亡之聲 還可以再做點更多的快樂 下一個 煙滅證據 本回合賦予你的英雄加三攻擊力 選擇一張你的手牌將其洗入你的牌堆 我要問一下 我有一個這張牌的疑問 是如果你沒有另外一種手牌可以選 就是免費加三嗎 他不是氣牌 所以你會不會要有牌可以選才能打 我有這個疑問 那我再找 我 我 不知道 舊玩樂的解釋規則是什麼 所以他要有牌才可以打 啊 那就 那就有點爛了 那就可惜了 不是你不能用鬥號再講 這不能用鬥號或句號理解 這張牌就是這張牌 牌就是牌好嗎 他不是這樣理解的 你要用暴血邏輯去理解 哇 那這樣就有點可惜 他就有海行區了 如果他可以空手直接打加三的話 那就是神卡 這個可能也不到 477 這個還是要看你抽得怎麼樣 因為你後面抽大 你還是要把手牌丟光 對 好啦最後一張牌 其實這張牌才是我最期待的 罪惡烙印 哇這什麼啊 先牽著 烙印一個敵方手下 每當 每當其受到傷害時 對敵方英雄造成兩點傷害 史詩血褻毒 沒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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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看起來就是拿來刷OTK的啊 對吧 我首先第一個步驟的想辦法給對手一個很高血量的怪 或者是這回我不會死的怪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怪 隨便慢慢想 到時候想到再說 下一個步驟 拿你所有的怪去燙他 呵呵呵 呵呵 拿你所有的怪去邊吃他把他邊死這樣 我覺得難吃難再怎麼給對手一隻怪是不會被燙死的 不然就是怎麼樣 比方說給一隻手下免疫 這回我不會死掉 之類的 然後把他轉過去之後 轉過去也不能貼最後烙印啊 所以想不到 這吃到法商嗎 應該不行 因為他寫在這裡啊 所以 所以 應該不行 你知道找一群那種 一一直抖抖抖抖敲他就好了 喔不能免疫欸 那要什麼這回合不會死 那只能拚血量夠大的怪就這樣 其他都沒有了 還要奶他打一下還要奶他 就你怎麼做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一定要扣對方血 然後扣了對方血之後 你說轉給自己嗎 你說先烙印敵方手下然後把他轉過來 來 可能可以好像可以 我現在也沒看到手一樣厲害嗎 夢想 兩點了沒有1點24了還有 還有一疊中力卡 我已經講了四個小時了 好 好 好